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昭菊家是贵州前南都云市莫冲镇同心村的贫困户 这天对于李昭菊和家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全家即将搬入期盼已久的新居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李昭菊搬家的车从山区驶入莫冲镇不宜文化城安置点 李昭菊的新家一楼是门面 二三楼是住房 走入新居内部整洁明亮 李昭菊显得十分兴奋 我们搬过来享受房子也是他们说是送给我们的一个人是二十五个平方吧 我们家儿子读书也是有一切五的补贴 这他们的这些送的东西 电视啊 柜子啊 反正我们进来您扫把您托把他们都给我牙膏牙刷他们都给我们的 搬迁是手段 扶贫是目标 都云市以区位优势确定安置点 以资源禀赋确定安置类型 以就业岗位确定搬迁规模原则 探索出多种安置方式 2016年以来搬入不衣城的居民有159户710人 其中贫困户131户588人 李昭菊一家五口以前以务农为主 如今成为扶贫对象并不是简单的被给予 整个扶贫过程也充满扶质 让自身能动与外界助力相结合 提升脱贫的内在动力 真正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 依靠打扫卫生 李昭菊一个月能有1800元收入 实现了自食其力 加上能免费使用三年的门面房 更让李昭菊对未来信心满满 门面他们说免费给我们用三年 三年之后要是我有钱的话我就拿钱买 以后就想就心里面想 就是说自己的美名嘛 开一个不休干点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今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曾经的幸福是餐桌上的一碗红烧肉 而今的幸福是物质丰富 网上超市 移动支付 高铁飞机带来的高效便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从温饱到小康 从单一到多元 四十年的幸福变迁 得以于改革的不断深化 经济的飞跃发展 名声红利的持续释放 从原来84年的轮均存造路是166 然后到去年我们轮均存造路是16600多 花那是100倍 西津有 太阳轮有 西子 西法 什么都发别的了 吃了 什么生活 什么都好的了 菜 那些过日子 过日子 过日子 什么都发别好的了 上午是独居导人 一个人居住的 那因为有了这个地方 我每天都有活动 经常会想什么技能手机课 老年手机课 还有什么园艺课 经部肩部的那个护理 这些都有的 好像生活挺丰富的 就不寂寞了 小孩出来的第一声不是小 都是哭 但在这个哭声当中 就是感觉是最幸福的 从我进来的时候 是每个月的平均分泌量是80 然后07年的时候 我记得最清楚 生长到120 然后直到现在 我们的每个月的分泌量 是500多 这套远程直播课堂呢 能够将我需要的 这个优秀老师的这个课堂呢 能够更好 更快 更直接地展现在 我们村籍的教学点 这村籍教学点的孩子呢 能够做到不远离家乡呢 就能同步享受到 优秀老师的课堂教学 它已经是最奇妙的 40年 每个国家的最快速的 在世界史上的最远离家 有更多灵费 更多灵费 更多变化 更多资源 更多资源 更多人 更多教育 民生连着民心 民心关系国运 从农村到城市 从沿海到内地 从经济体制改革 到全面深化改革 一系列改革措施 全面推进 形成一层层 养老 低保 医保 教育的社会保护网 让群众享受到了 更多的改革红利 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我们秀银村的这些 独立的一些产品 农产品的一些品牌 我们也要在五年之内 让它实现IPO 让它上市 打算自己老了 在高典里面 养殖呀 种子 还有上面的 还有补出我们 以后 靠自治国 双手 传措 本小看 到2020年 新坤地区 国家高速公路主线 基本贯通 到2020年 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将力争扩大到全人权 基本实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制度的全覆盖 路漫漫 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进入新时代 如何补齐民生短板 让改革成果更多 和更公平的 汇集民生 还有很多代解的难题 更谋长远 更高起点 更涉险滩 更汇民生 才能使改革 提及不稳 行稳致远 我们要团结带领 全体人民 以自己的辛勤劳动 和不懈努力 不断保障 和改善民生 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 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目标 稳步迈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各个新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这次行为